第3553章 安排 简短交锋 王丈人知道 凭借自己的实力 很难以绝对的优势斩杀柳无邪 最好的办法 借助外力 鬼神即灭符柳无邪暗中发出一声惊呼 没想到王丈人身上 竟然还有如此诡异的神符 鬼神即灭符的威力 还在雷神符之上只是用法不同 雷神符释放出的力量 以狂暴为主 而鬼神即灭符一旦爆发 形成鬼神莫测之力 方圆百米 瞬间化为即灭 寸草不生 这要是寄出 柳无邪必死无遗 迅速抽出一枚雷神符 打算利用雷神符抵挡住鬼神即灭符的冲击 就在王丈人寄出鬼神即灭符的那一刻 一道人影一闪而逝 砰 王丈人的身体 连带他寄出来的鬼神即灭符直接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王丈人身旁 突如其来的一幕 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包括柳无邪在内 不知道什么时候 柳无邪面前 站着一名看起来三十左右的女子 长相不算很绝美 但也不丑 从此女身上 感受到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 聚集在四周看热闹的望江峰弟子 一脸蒙逼 大部分弟子 并不认识这名女子 是 是淑仪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柳无邪一头雾水 他压根不认识眼前这名女子 为何突然出手帮助自己 刚才要不是他出手 自己跟王丈人两人 必定有一人死在这里 王丈人兄弟二人残害同门 触犯宗规 从今日起 逐出宗门 除以目光看向废墟中的王丈人 不带一丝感情的说道 当众将王丈人兄弟逐出宗门 不 王丈人喷出一口老血 脸色顿时萎靡 坐在废墟中的王丈人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他只是朝柳无邪讨要几枚币掏单而已 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 让他们想不明白的是 淑仪怎么会站出来帮助柳无邪 淑仪说完 目光看向柳无邪 四目对视 柳无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 直逼自己而来 好恐怖的气息 难道这个淑仪也是神王静 柳无邪暗暗说道 近日事情到此为止 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别怪我不客气 淑仪说完 消失在望江峰 站在远处的长老 跟着一起消失 谁也没想到 一场闹剧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望江峰其他弟子 看向柳无邪的时候 眼神中充满着忌惮 真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获得熟疑的青睐 以后再往江峰 可以横着走了 几名年长的弟子发出一声苦笑 随后摇了摇头 离开了这片院落 整座院子被移为平地 不适合继续居住了 柳师弟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的院子哪里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楼刚他们回来了 望着面前的废墟 贺子琼还有康玉丘两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些院子都加持了特殊印记 纵然是顶级真神镜 都无法将其摧毁 楼师兄 你知道淑仪是谁吗 柳无邪并不认识这个淑仪 只能朝楼刚他们问道 你认识淑仪 楼刚一脸金句的问道 不认识 柳无邪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到初 淑仪可是韩唐主贴身高手 平时很少现身 他怎么会突然站出来帮你 听到柳无邪的解释 楼刚还有贺子琼 他们一脸不解之色 柳无邪眼睛一亮 似乎猜到了什么 心中暗存 原来如此 王丈任还有王丈元兄弟两人 被前来的几名执事 抬出望江峰 直接丢到了宗门外面 这是新的住处 你们自行前去吧 前来的执事 给楼刚还有柳无邪他们 重新划分了住处 奇怪的是 谁也没提刚才战斗的事情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新的住处要比之前环境更好 不论是院子规格 还是其他方面 提升了何止好几个等级 兄弟 我们几个脱了你的福 才能住进这么好的院子 进入院子后 楼刚一脸唏嘘地说道 三位师兄 我还有点事情 你们先休息 我出去一趟 柳无邪交代一声 离开院子 消失在通道尽头 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小师弟了 记得他加入宗门也就死个多月时间了 如今大明 想撤整个宗门 更是攀附上了韩唐主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我们可要跟他好好打好关系 望着柳无邪的背影 楼刚对着贺子琼 还有康玉秋两人说道 柳无邪并未离开宗门 而是来到一处无人之地 搜 等了约莫斩茶功夫 一道人影一闪而逝 见过郑前辈 柳无邪连忙朝郑北渊失礼 很不错 没有让我失望 郑北渊目光打亮一番柳无邪 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显然也知晓了 郑前辈 我要的地方选好了吗 柳无邪急迫地问道 等安排好宗门的事情后 他就要前往韩辈被提供的那人住处 寻找血灵骤延长发作之法 百万里之外有一处山庄 当年莫名其妙整个山庄的人全部死去 据传言 山庄得罪了某个强者 才遭人屠戮 根据调查 山庄中的人 死状极其怪异 好像是集体自杀 导致这座山庄 最近几百年 都无人靠近 早已荒废不堪 成了无主之地 我花费了一段手脚 在山庄外面布置了一座阵法 普通人无法踏入其中 受拾一下 导可居住 郑北渊说完 拿出一张隐蔭符 将山庄中的情况 全部刻印了下来 通过隐蔭符 柳无邪基本清楚了山庄的一切 此处不错 三面环山 山庄最前方还有一座天然湖泊 可以说是一手难攻 柳无邪才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白白捡到一处这么好的地方 心里了开了花 既然你没有意见 这是开启阵法的令牌 凭借此令牌 可自由出入阵法 等抵达后 可自行进行修改 郑北渊说完 拿出一枚阵法令 交到柳无邪手里 柳无邪连忙接过令牌 感谢前辈为我做了这么多 弟子感激不尽 说完 将令牌收起来 我也没怎么出力 主要是合适的地方太少了 郑北渊摆了白首 示意柳无邪不用这么客气 柳无邪何尝不明白 众三玉宗门众多 家族更是遍地都市 一些古老的山脉中 猛兽横行 还盘踞着一些古老的家族宗门 城池里面虽然也能买一些宅院 但面积都不会太大 根本无法发展天道会 普通山脉位置较好的区域 早就被人霸占 以柳无邪现在的修为 就算抢到了 也很难将其占为己有 郑北渊也是考虑了很久 才将这座山庄推荐给了柳无邪 既如此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派人入住 关于柳无邪的信息 郑北渊调查的一清二楚 岂能看不出 柳无邪打算再中三玉 培养自己的势力 不急 眼前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柳无邪摇了摇头 就算派人入住 也是柳山之他们先行前去 最近宗门可能不太平 你最好少出门 郑北渊说完 撕开空间 离开了这片区域 宗门不太平 柳无邪皱了皱眉 他不明白郑北渊临走的时候 为何说出这番话 摇了摇头 暂且不去管他 反正他很快就要离开宗门 拿出几枚通讯符 捏碎之后 就在这里静静等候 这次等待的时间较长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 陆陆续续有人赶到 见过柳师弟 第一个赶到的是柱山之 见到柳无邪 热情地上来打招呼 紧接着 又是七八人抵达 南宫尧基最后一个赶到 无邪 你将我们都召集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南宫尧基出言问道 除了血衣外 其他下狱弟子 都在这里了 我将大家召集过来 的确是有一件事情 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柳无邪开门见山 虽然他们都是弟子 但在场所有人 包括南宫尧基在内 都以柳无邪马首是瞻 柳师弟 你尽管吩咐 需要我们做的 绝不推辞 柳山之当即表态 是这样的 有人告诉我 宗门最近不太平 我担心风神阁会派高手 潜伏到天神殿 暗中针对我们 所以我决定 让你们离开天神殿 发展 柳无邪将自己 接下来的计划说出来 风神阁如果无法 急杀自己 肯定会迁怒 自己身边的人 最好的办法 将他们送出去 只有这样 才能避开封神阁的追杀 可是我们能去哪里 王云皱着眉头说道 他们修为太低了 柳无邪参加 五神大比的时候 他们几个也接了几个任务 很难完成 只有完成任务 才能获得积分 兑换资源 不然只能靠自己 努力一点点修炼 地方我已经选好了 非常安全 至于修炼资源 我也准备了一些 足够你们修炼半年之久 柳无邪早已做好 好了万全之策 这些人是自己在 中三玉立足之根本 将来可是有大用 听到柳无邪这样说 所有人眼睛大亮 柳师弟 一切听你吩咐 没有你 我们这些人 早就死在中三玉了 驻山之当即第一个站出来 支持柳无邪 第3554章 天地大解 其他人纷纷附和 无邪 你找到合适的地方发展了吗 南宫瑶基走过来 语众心长地说道 柳无邪从繁界创立天道会 到仙界发展壮大 夏宇虽然并列到天神殿 创造了天道堂 但南宫瑶基知道 这些人追随的是柳无邪 地方已经选好了 柳无邪点了点头 说完 将跟郑北元的对话 如实叙述一遍 太好了 有了这处山庄 我们可以秘密修炼 其他弟子挥舞着手臂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赶往了 店主 这是所有笔掏丹 还有一些法器 丹药 书籍 你安排下去 柳无邪拿出一枚储物戒指 交到南宫瑶基手中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办妥的 我已经跟师父请好价了 最近要出去历练一段时间 先将山庄发展起来 南宫瑶基接过储物戒指 一脸郑重地说道 下狱的时候 他可是一店之主 这点小事 还难不住他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这些换行服跟隐身服 你们先拿着 可以借助符路 悄悄离开天神殿 以免被其他人发现 我争取半年后 赶往山庄与你们会合 从蒙千元等人身上 搜刮来大量的材料 柳无邪借助龙血树跟山玄竹 又制作了一些符路 好 我们明日就出发 南宫瑶基当即宣布 明日会带领柱山芝他们 前往那座山庄 悄悄发展 秘密商议一番后 柳无邪回到院子 此刻已经是晚上 楼刚他们已经休息了 盘西坐在屋子里面 思索接下来的路 一直到等到半夜时分 这才悄悄离开屋子 顺着山路 朝山门外掠去 离开山门的那一刻 拿出一张隐身符 诡异地消失在山间小路上 翻山越岭 第二日凌晨 柳无邪早已离开天神殿范围 借助换行符 不停辗转乘坐传送阵 十日之后 抵达北荒 众三玉分为好几个区域 天神殿处于东边区域 而北边区域处于蛮荒时期 居住的修饰数量也不是很多 北荒最大的宗门 正是梁月城 寒居在此地几百万年了 封神殿就算再强大 也不可能将眼线布置到这片区域 暂时不用换行符了 柳无邪车调换行符 缓缓吐出一口气 十天时间 他消耗了三十枚换行符 一枚换行符拿出去 可以卖出尽千万神经 先找个地方落脚 再去寻此人 有寒被被给他写的清笔书信 应该能见我 柳无邪坚定一下眼神 朝不远处的一座荒漠大城掠去 北荒除了环境古老之外 还有一座一望无际的荒漠 长年黄沙漫天 梁月城就是北荒最大的一座城池 柳无邪此番前往的城池 排在北荒第二 仅次于梁月城 荒域城 就是这里了 望着城墙上早已斑驳的三个大寺 柳无邪顶着风沙 进入城池之中 奇怪的是 进城之后 里面的环境跟外面如同天壤之别 外面黄沙漫天 狂风雾吼 城中却风平浪静 鸟语花香 街道两侧 还种植许多罕见的植被 原因无他 荒域城整个上空 被一股强大的阵法笼罩 隔绝了跟外界的联系 荒域城作为北荒第二大城 其规模可想而知 街道连绵促万里 一眼望不到边 城中居然还有好几座山脉 翻开众三玉史记 上面清晰的记载 荒域城居住人口 多达几十亿 里面还盘踞了好多一流宗门 虽不如梁月城那般强大 却也不可小区 尤其荒域城城主府 地位极高 隐约有跟梁月城并肩的趋势 北荒的修士 他们修炼的功法 跟其他几个区域有一定的区别 他们修炼的土属性居多 跟这里的天地环境 有莫大的关系 穿梭于街道上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 终于找到一座不错的客栈 打算在此地先住下来 等明日再去拜访那人 交完神经 领到钥匙 柳无邪回到屋子 连续风餐露宿 不论是身心 还是肉身 都疲惫不堪 盘膝坐下 运转太荒吞天绝 一股股厚重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涌入到屋子之中 浩墙的厚重之力 不愧是北荒之地 柳无邪暗暗说道 除了厚重之力外 玉神气中 还蕴藏着古老的气息 休息两个时辰后 精气神达到了最佳状态 这才停止修炼 离开屋子 打算到街上转转 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跟人文 踏出客栈 已经是傍晚十分 街道上十分热闹 尤其是茶楼九四 更是人声鼎沸 柳无邪随意找了一间酒楼 端坐其中 你们听说了吧 大雷英海那边好像出状况了 刚坐下没多久 不远处一张桌子 就传来了一轮声 我也听说了 好像被镇压的玉外种族 撕开了封印 还重创了许多天狱修士 其他几名修士听到后 纷纷凑过来 不可能吧 已经镇压他们无数年了 就算是顶级强者 被镇压这么多年 实力也实不存一 怎么可能挣脱封印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可能 大雷英海当年可是集结了 整个天狱之力将其封印 纵然是顶级神王 也无法撼动分毫 我一个堂哥青年所见 大雷英海上空 掀起了万丈巨浪 一尊古老的玉外之神 从大雷英海中冒出来 徒手撕开了好几名修士 场面血腥无比 第一个开口说话的男子 绘声绘色地说道 仿佛青年所见一般 要是让这些玉外种族逃回去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天狱好不容易修生养 洗几十万年 要是玉外种族再次来袭 恐怕天狱又要生灵涂炭了 众人你一句 我一句地闲聊着 柳无邪静静静地听着 关于大雷英海的一些事情 天无心长老跟他提及过 按理说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大雷英海的封印 真的出现问题了 重大消息 众三玉所有超一流宗门 调遣各路强者 正在赶往大雷英海 神亡强者救去了不下百人 这个时候 从九四外面 冲进来一名男子 一身风尘仆仆 快速地对着众人说道 此话一出 九四茶馆顿时炸开了锅 什么 竟然抽掉了整个众三玉的强者 难道传言是真的 被镇压在大雷英海中的 那些域外强者 真的要脱困了吗 听到这个消息 九四中那些修士纷纷站起来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金句之色 那些域外种族 当真有那么可怕吗 毕竟当年那一战 太过久远了 只有那些老古董 还有些印象 在场这些修士 只是听不而已 并不知道域外种族 到底有多恐怖 要比你们想的环要恐怖万分 根据史料记载 蛮一族在域外种族中排名 还不算靠前 最恐怖的是神魔族 他们体型庞大 至今还有许多身躯 飘荡在域外战场 刀剑难伤 纵然是神尊级别法器 都无法撕开他们的肉身 可想而知 这些域外种族强横到何种程度 一名年长的修士 皱着眉头说道 柳无邪记忆迅速回到了域外战场 当时凭借神秘碎片 才切下神魔之躯 从而修炼出来极境之躯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天地大劫又要到来了吗 听到这名老者的叙述 许多修士 面露担忧之色 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算是域外种族攻击天域 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上三域 那边高手如云 域外种族可不是想要进来就能进来 老者喝了一口酒 继续说道 这个回答 让在场所有人输了一口气 上三域乃天域最高位面 强者如云 当年那一战 就是靠着上三域的强者 才成功抵挡住了域外种族的攻击 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战到一半的时候 天域修士突然溃败 天域修士死伤无数 整个天域也被打成了三结 变成了上三域 中三域跟下三域 小微念更是不计其措 这位前辈 你刚才说天地大劫 这又是怎么回事 刚才提及过天地大劫 让很多人一头雾水 柳无邪竖起了耳朵 他对天地大劫也是第一次听说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好像每个纪元之末 天地都会陷入一片混沌 提及天地大劫的修士 了解的信息也不多 众人还在闲聊 渐渐地转移了话题 为何这么大酒楼 连三神鱼都没有 几名时刻发着牢骚 恰好几名梁月城弟子 踏入酒楼 送来了好几桶新鲜的鱼儿 接下来话题柳无邪没兴趣 转身离开了酒寺 朝外面走去 事不宜迟 明日就上山 尽快找到这位前辈 解决血灵咒的事情 回到客栈后 柳无邪暗暗说道 大雷因海封印松动的事情 像是一阵狂风 很快传遍了整个众三域 远在几十亿里之外的天神殿 也收到了消息 天色一亮 柳无邪早早起来 换上一套干净的衣衫 朝城池深处掠去 那人就在荒域城一座山脉之中 一路风驰电掣 半日之后 抵达一处古老的山脉外围 甘清关 就是这里了 顺着山脉小路一直往上走 终于看到一座古老的道观 门湄上的甘清关三个字 已经模糊不清 只能勉强看一个大概 甘清关没想象的那么大 山门也很简陋 咚咚咚 走到山门前 柳无邪扣洞发黄的门环 一阵阵沉闷的声音 在寂静的道观中回荡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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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